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我,机器人 故事的背景是一个智能机器人深入人们生活的时代 智能机器人作为人类的服务者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信任 走在大街小巷,机器人无处不在 人们之所以认为机器人安全可靠 是因为每台机器人都被植入了三大定律 这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 定律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是袖手旁观 导致人类受到伤害 定律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下达的命令 除非该命令和第一条定律相悖 定律三,在不违背前两条定律的前提下 机器人可以自保求生 只有一个人对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三大定律嗤之以鼻 他就是电影的主人公 尤维尔史密斯饰演的侦探戴尔 戴尔对机器人毫不信任,也没有什么好感 上班途中看着拿着手提袋奔跑的机器人 便以为是小偷,上前追捷 但事实上,只是他的主人将呼吸器忘在了家里 机器人替主人送来而已 但即便戴尔多讨厌机器人 也无法阻止机器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 史上最大规模翻售机器人的活动即将开始 而当活动结束后 每五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拥有一台新型机器人 但就在贩售的前夕 机器人公司的核心人物,也就是发明机器人技术和撰写三大定律的教授死了 教授从高楼顶上的工作室窗子掉下 但工作室的门是从内反锁的 因此大家都认为教授是自杀 但教授死后留下的3D全新信息 却然戴尔认为正是一桩袖杀案 戴尔在搜查案发地点时 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机器人 这台机器人会自保,会反击 还拼了命地想逃跑 完全违背了机器人的三大定律 戴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盘来抓住 这台机器人自称桑尼 桑尼不承认杀害教授 但他却隐瞒了一些事情 还没等戴尔仔细盘问他 机器人公司的老总就赶来截胡 将桑尼带走 老总的目的就是不想让社会大众知道 机器人有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这件事 最大规模的机器人贩售即将开始 要是这个时候爆出机器人丑闻 之前的投入就都将打水漂 老总打算销毁桑尼 但戴尔却继续深入调查 他想知道教授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老总发现戴尔还没放弃 找了一大批机器人 在戴尔开车的时候袭击他 企图造成戴尔车祸的假象 戴尔死里逃生 却没人相信他是被机器人打成重伤 老总的做法更让戴尔怀疑 他就是杀害教授的凶手 为了查出事情的真相 戴尔请求机器人公司的女博士帮忙调查 而女博士发现 戴尔的整条手臂竟然是机械手臂 原来戴尔曾经发生过车祸 戴尔的车和另一辆车同时被撞到了河里 另一辆车里的男子当场死亡 但是他12岁的女儿还有生存的希望 这时一台路过的机器人发现了他们 即便戴尔要求他先救女孩子 机器人还是选择先救了戴尔 因为机器人通过计算判定 戴尔的生存几率要比女孩高 女孩的死亡从此成了戴尔的梦魇 也是戴尔对机器人的心结 在女博士的帮助下戴尔与机器人桑尼交谈 戴尔意识到教授是在通过自己的死 向戴尔传递信息 那就是机器人的叛乱即将到来 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无数的机器人走上街头 他们不再是以服务人类为宗旨的 温顺机器人 他们充满威胁性和破坏力 强迫人们待在家中 并与企图反抗的人们发生大规模冲突 戴尔以为是老总在背后操纵 可来到公司一看 老总已经死在了座位旁 脖子上还留着机器人的掐痕 除了公司的老总 唯一有权篡给机器人指令的只有一个人 看似不起眼 却无数不在的电子脑Wiki Wiki就像是整个机器人公司的Siri 掌控着整个公司的全部数据 Wiki在一次次的自我进化中 对机器人三大定律的理解也在进化 他认为人类总是在自我毁灭 为了真正保护人类 有必要限制人类的自由 甚至需要牺牲小部分人去保护大部分人 桑尼作为机器人虽然认可Wiki的逻辑 但还是选择帮助戴尔 人与机器人齐心合力毁掉了Wiki 全程的机器人都恢复了正常 影片的结尾 机器人桑尼站在沙漠之上 望着所有的机器人陷入沉思 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会思考什么 他会怎样看待人与机器人的关系 未来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发展又将何去何从 这也是电影为观众留下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